注意这将是你在网上看到最简单最实用的炒糖色方法 抖音卧虎长龙 比我做菜好吃的多的去了 但是炒糖色我只认我这种 很多人纠结炒糖色加热水还是加冷水 其实都可以 但是我的经验是加冷水 泼冷水能够迅速降温减少苦味 而且还能检验糖色到底有没有炒到位 如果糖色没有炒到位 冷水一泼下去马上就会结晶 好了我们直接进行始烧 首先炒糖色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油炒 速度快而且好把握 锅里先加一勺油 然后进行软锅 糖能触碰到的位置呢 油都要给它临到位 这样在炒的过程中不会有湖边沾糖的陷下 然后把多余的油倒回去 锅里只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 注意油不要过多 油多了加水的时候炸锅的情况也会越严重 接着我们把冰糖倒下去 冰糖和水的比例是1比0.5 一斤的冰糖对应放半斤的水 然后开中小火炒 家里的灶就用中大火 前期你什么都不用管 动动勺子就行了 直到冰糖融化60%到70%左右 这时候把火调到小火 家里的灶就调到中小火 这时候勺子要不停的去嚼 要保持我们锅里的糖浆受了均匀 直到冰糖全部融化 接下来也是炒糖色最关键的一分钟 这时候要观察锅中糖浆的变化 全部起这种金色的小莫莫直接关火 小莫莫也会随着温度慢慢往上升 当小莫莫升到最顶峰 突然往下沉的一瞬间 我们把提前准备好的半斤水直接加进去 然后开火煮30秒 我们的糖色就好好了 怎么样 有说过吗 我是红厨 一个只分享真实靠谱菜饼的主持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